我花斑斑 留在爱你 哎呀 怎么可能有人回来了 不会是我舅妈 一个舅舅回来了 全宇 今天谢谢你把我东西送回来 然后这是我们家自己做的那个香肠和腊肉 你带回家尝一尝 这个是你自己亲手做的呀 对呀 你不信吗 我不信 我妈说漂亮的女人最会撇人了 爱吃不吃 但是我相信你 因为你是丑八怪 救命 我打到你了吗 声音 没事 我跟你开玩笑的 你就马上回家尝了 我不会做饭 但是我又想吃你亲手做的这个腊肉怎么办 你这样爸给连饭也不会做 你这样怎么能找到女朋友 我暂时还没有女朋友 那你有老婆吗 女朋友都没有哪里来的老婆呀 但是应该很快就有了 嗯 是自己有喜欢的人了还是家里人给你安排了相亲的 阿姨啊 阿姨啊 怎么了 你怎么有点不高兴的样子 没有啊 你到底要不要啊 不要呢 哎哎呀哎呀 拿给我我要要要 谁也要了吧 我看着不会做 哎你别走啊 我不会做但是你会做啊 要不这样吧 就是你卖多少钱一斤你卖给我可以吧 你真的不卖吗 哎那算了我走了 对了我也没有什么女朋友 家里也没有给我介绍什么相亲的 哎陈宇 你生气了吗 能不生气吗 特意给你送东西上来到你家屁股也没做热 饭也没吃一口水也没没喝一口 不是啦 是因为今天我家里面也没有人在 然后我害怕凝聚开到了又说我闲话 所以我就不敢牛你那个吃晚饭 那你就当我是路过的呗 现在马上到到晚上了我早饭都还没吃呢 嗯要不我花五十块钱去你家吃一顿饭 你看行不行啊 你是视频看多了 还有你吗 行不行不行那我走了 嗯 那也行吧 我们家平时也很少来看陈宇你先坐吧 好 啊怎么下雨了陈宇你是笨蛋吗 赶紧到这屋里面坐呀 没关系小雨小雨坐上面坐上面 给别说来我家连水都没得喝啊 啊我的天呐你们平时就用这个喝的吗 对呀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喝的这个长大的 那么夸张吗 行吗行吗 哎果然很甘甜怪不得你长得那么好看 你说你都一天没有吃饭了肯定也饿了 然后你在这里坐一下我去山上给你弄一点菜 去山上弄菜啊是你自己种的吗 不是我是去偷的 偷人家的 那算了吧还是煮个腊肉吃算了 胆小鬼你就在家里面待着吧 我去弄菜了 谁是胆小鬼啊去就去大不了一会被抓了 我赔钱就是了 你确定你要一起去吗 我可是去偷的是别人的哟 有人 走谁把谁啊走 我还以为你真的去偷别人的菜呢 把我吓一跳 没有这是我们自己家的地 我就是想逗你一下 阿姨这是什么野菜啊能吃吗 很好吃的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行吧 哎阿姨你在干嘛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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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鸡干嘛吃个腊肉就行了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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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啊啊 你些香肠的样子都很迷人哦 没有 你拿手机拍什么拍呀 你赶紧坐着我马上就签好就可以吃了 来陈宇吃块鸡肉啊 怎么还有鸡肉啊 你怎么悄悄把鸡给杀了 没事都已经杀了快吃吧 哎那么丰盛啊 阿姨啊 那天你怎么一个人在那里卖花的时候 还哭了呀 因为那天我遇到一个牛蒙 然后他要拉着我一起去吃饭 我就说我不认识你不去 他就把我花抢了 还不给钱 居然还有这种事情啊 你有没有记住他的长相啊 下次遇见他我帮你揍他一顿 他长得有点特别 如果说我下次遇到他的话 我肯定还认识他 那你下次去卖花的时候 再碰上你就悄悄给我打个电话 行啊 到时候我们俩一起揍他 还有什么 哈哈哈哈 阿姨 就是上次送你回来 你怎么不让我送你到家里面 大老远就要自己下车走路回来啊 因为我看到你们去看到了 我已经说我闲话 那今天为什么不怕 还允许我来你们家吃饭 因为今天外婆外婆 他们去给人家帮忙了 没有在家 你赶紧吃吧 等一下他们要是回来 看到我带着陌生的男人回来吃饭 他们会打死我 哎呀怎么可能有人快上回来了 你会是我 来打死我 一个就要回来啦 对你的 我说我忘了 不痛了 那是因为太爱太多 谢谢大家